今天为大家介绍Brucate Candy的周边景点 周围有几个豪华度假村,非常悠闲,安静 介绍比较多游客选择观光的景区,日本花园 日本花园内非常优美,一路上可以看到溪流 还有日本池塘,专属的日本景里鱼 请大家慢慢欣赏这集影片 在法国村的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就起来晨晕了 难得在这深山中,飘扬着天然无限量的新鲜氧气 富含满满的负离子 不知不觉,我们就不行到了附近另一座城堡 一走入城堡内,看见城堡内装饰典雅 慢慢地走着只优雅的这一长廊 进入电梯,抵达到二层 就是度假村的大厅,大厅摆设非常休闲,哪至? 由于我们不是这里的住客 就不打扰大厅内的客服办理事务了 从大厅内走出来,是一片空旷的场地 这里的建筑物也是比较欧视风格 由于没有餐馆和商店在城堡内 小了熏化热闹的场景 也增加了度假村的悠闲,人静的环境 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在雅致的场地内玩耍和吹泡泡 一家人旅行,不一定要编排大量活动或到网红打卡 在这漂亮的度假村内悠闲地度过亲子互动时光 让整个旅程更加有意义 的地方和给予一下 的地方放开 来点灯 短气 再去一种 是 还要 这种 并 对 有一种 打国村附近 其实有几个参观景区 在城堡的城门外 有免费的shoutel bus 每个时段 所固定的巴士单次 在游客抵达目的地 本以为 能够慢慢步行到日本花园 可是酒店客户告诉我们 步行是到不了的 因为太远了 我们只能乘搭酒店小巴前去 在这里空气清新 干净能眺望到远处的山脉 随着梯极 步行大约五分钟 就能抵达日本花园 入口处有一间小卖部 售卖饮料 小食 纪念品等等 选择了先进入 日本花园走走 慢慢步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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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鱼啊 这有鱼啊 发现小鱼群 在上游 有许多日本鲸鱼 水池内有许多恐惧鱼群 非常漂亮的小瀑布 接下来 步行到观鸟区 热带独特植物 喜欢大自然环境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来这里走走 乘搭巴士回到法国村 吃过午餐 就开车下山回家了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一家人到这里 享受森林浴 好好充电 谢谢观看这一集影片 下个影片见 拜拜